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你知道一个没有神的人生 是一个空虚的人生吗 感谢神 因着我们相信神 认识神 让我们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的眼光是很重要 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人生 是我们是用信仰的眼光呢 还是无神论的眼光来看人生呢 传道书的重要的主题是 在没有神的人生 是一个虚空的人生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有神的生命的人 我们却可以能够享受 丰盛的生命 传道书 一章一到十一节 在耶路撒冷作王 大卫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老路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老路 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日投出来 日投落下 即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 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 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 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 人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 人不能说尽 眼看看不饱 耳听听不足 已有的是 后必在有 已行的是 后必在行 日光之下 并无心事 岂有一件事 人能指着说 这是新的 哪知 在我们以前的世代 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 无人纪念 将来的世代 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传道书一章一节 在耶路撒冷做王 大魏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很清楚地讲到 我们这传道书的作者 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在这里 第一节的里面 他介绍自己 他介绍自己 他是谁 这里面讲到 他是耶路撒冷做王的 大魏的儿子 另外他说 传道者的言语 所以我们看到 所罗门 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王 以色列 我们开创的王朝的时期 有三个王 就是扫罗王 大魏王 还有所罗门王 所以我们所罗门 也是一个智慧的王 那他也是以色列的第三代的王 另外他也介绍自己 是大魏的儿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魏是被以色列人 是尊敬的 而且是被神 称为是和神心意的人 所以能够成为 大魏的儿子 是一个非常的尊荣 可是在这里面看到 所罗门介绍自己的时候 并不宜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王 还有是大魏的儿子为满族 他特别凸显了他的角色跟他的使命 就是他是传道者 不像我们今天 这个传道者的意思是什么 他就是在人的面前 公开地承认跟传扬神话语 虽然所罗门是王 但是他非常喜欢 成为一个神话语的出口 成为一个传扬神话语的人 我想假如你想 介绍自己给别人的时候 我想你是怎样子的 想要介绍自己呢 我们今天我们不管 你是工程师 医生 公务员 学生 或者是 我们是家庭主妇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使命就是传道者 我们就是传扬 耶稣福音的人 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不同 工作不同 但是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跟使命 就是以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跟福音的真理 来传扬神的作为 圣经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实不得实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境界人 劝勉人 我想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最宝贵的身份 就是要成为一个传道者 我们最伟大的事工 就是我们传福音 来传扬神的话语 传道书一章第二节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我们第二节里面 这么短的句子里面 一共出现了五次的虚空 大家都知道 我们传道书 最常看到的两个字 就是虚空 还有一个是 在日光之下 虚空一共出现了三十七次 在日光之下 共出现了二十七次 因为我们传道书的药节 药剧 就是虚空 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神的人 他的人生是一个虚空的人生 巴斯卡一位神学家说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在人的心里放了一个空处 这个空处是 唯有神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 我想我们传道书 我们的这个内容里面 我们看到 当我们一个人 不是以神为作为我们的满足 不是因为认识神 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的时候 那么他就想要用别的方法 用金钱 用享乐 用各样的地位 来满足填满我们心灵的空处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一切虚空的虚空 不想我们怎么样要看我们的人生 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当看到传道书一章的时候 我们不要那么快地下定结论 觉得人生是虚无的 人生是无意义的 人生是我们没有价值的 以至于我们非常的绝望灰心 不是的 我想我们传道书的话语是 因为没有神的人生 是虚无的人生 空虚的人生 所以我们更要紧紧地抓住他 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可以寻求他 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我们虽然在我们的传道书的里面说 我们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天都是心事一天 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可以经历到 神的特别的美好的经历 我想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 而且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肉体虽然一天一天地毁坏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是一天信事一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有从神来的盼望 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认识他 敬畏他 我们就能够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 这是主耶稣说给我们的 愿神祝福大家 真正的我们在基督里 能够可以得到这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才爱的天父 我们所罗门王 他是享受了各样的福归融化 主啊 一切的智慧在他的里面 但是他用智慧这样子的观察的时候 发现空虚虚空的人生 主啊 但愿能够让我们知道 主啊 我们读了这 我们的传道书 不是让我们 主啊 产生一个空虚主义 厌世主义 乃是让我们知道 真正的神事给我们 进入到丰盛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 以至于我们紧紧地抓住你 谢谢耶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